七天之后,到了晚上十二点 千万不要让穿粉红色衣服的女人在警局处 要不然的话,会有冤鬼缠身 简直胡说八道,无聊,幼稚 随后高僧还告知他 只要你在评论区爱特一个冤种好友过来 你和他便能一起升官发财 然而上司听闻后却根本不信 可不久后他却无意间得知 高僧口中提到的那一天 正好是七月十五中元节 也就是民间熟知的鬼节 相传当晚鬼门大开冤魂不散 因此为了确保万无一事 上司还是半信半疑的命令手下 前去准备一些祭祀的鸡品 而且他还盯住手下 在鬼节当晚一定要提防穿粉红色衣服的女人 可不料手下学有两人 根本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鬼节当晚在焚烧鸡品时 那些指人里就有一个身穿粉色衣服的女人 果然从这以后 局里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怪事 这天深夜 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眼镜男 竟突然看到了两个女人羞答答地走来 可诡异的时 女人还帮他打开了牢门 于是四胆包天的眼镜男 情不自禁地跟了上去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竟在女人的诱惑下来到了一间诡异的房间 原来这所监狱本是香港最恐怖的地方 并且里面竟没有一个火人 都是小日子战败后的冤魂野鬼 当时为了镇压这些恶鬼 办案人员便将此地当作了办公用地 可此时的眼镜男 却依旧浑然不知 紧接着他喝下了一杯82年的可乐后 又被鬼魂带到了一个牌桌前 随后还和三只恶鬼打起了麻将 全部家产 哦 赌命啊 要赌命我们也受 哦 原来我的命这么值钱啊 那我们就赌一赌咯 但眼镜男又哪里会是鬼魂的对手 所以没过多久 他就已经输得倾家荡产 甚至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拿命来 而输得一塌糊涂的眼镜男 也终于恍然大悟 随后他猛然向四周看去 结果竟发现阴森森的房间内 其实只有他一人 紧接着等眼镜男想要起身逃走时 却瞬间被鬼魂死死地掐住了脖子 危急时刻 眼镜男为了活命 也只好答应了鬼魂的要求 用自己的阳气将他们的首领鬼王复活了过来 但不曾想眼镜男刚刚完成任务 鬼王进出而反而 转身就露出了十米长的疗牙 接着朝眼镜男的脖子咬去 就这样眼镜男也立刻发生了识变 可没过多久 变成了吸血鬼后的眼镜男 便被探员血友和文才发现了 你们别过来啊 我现在是鬼了 可不信鬼神的血友文才 两人根本不信 随后眼镜男还被他们认作 约于逃跑的犯人 随即他还遭到了两人的一顿旁揍 甚至为了揭穿眼镜男的谎言 两人还要拉着他去晒太阳 怎么证明你是鬼呢 我一见光就会化成灰的 哈哈 好主意 这个好主意 哇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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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